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邻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步》 好,今次我们就讲一讲震惊了华人圈子的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就不是发生在澳洲 发生在加拿大 不过大家华人总是知道大家的消息 原来在加拿大发生了一宗蟹人听闻的案件 有两个中国女子 就躺在红色的液体当中 这些红色的血体当然是她们身上流出来的血 结果最后知道了其中一个离开人世的女子 她身份相当特殊 是前中国女族的成员 但是在她身边的神秘女子 究竟是什么人呢? 华人团体找出了她旁边的神秘女子是什么人 亦有人说会不会涉及一些感情上的纠纷 当然这是很多华人的猜测 现在警方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说会调查当中 说回这件什么事呢?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某条大街上 是一个豪宅区的大街 附近有一名居民在外面散步时 发现为什么一部名贵的宝马SUV 玻璃碎了? 在地上全是玻璃 大巴长如果您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是偷东西、抢东西、爆玻璃 爆镜 就像B&Loga那样 但是这名居民一走前看发生什么事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两位女子躺在红色液体当中 当然是没了气 结果她当然在喊 什么事? 如果被我我可能会吓得面都青了 两个人的遗体 而且这个场景相当地吓人 这个亦是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大温哥华地区涉及华人的第二宗 这么恐怖的案件 所以警方高度重视 传到我们澳洲的这宗案件 经初步调查 警方说这个案件是有针对性的动手 这两名女子的身份是震惊了华人圈子 根据警方 他们说这两名没了的女子 一位叫孙明明 三十九岁 她曾经是中国女足的一位球员 另外一位是五十岁的 这个本身份是好神秘后来 华人就知道她是什么人 五十岁的就叫吴淑敏 两个遇害的都是华人 五十岁的吴淑敏 原来她是当地一位巨妇 她就住在附近西八街 和迪斯卡拉斯街交汇处的一个豪宅 她就是这个豪宅的主人 很奇怪地警方就初步调查 她的屋里面没有人流失了 不像是进去抢了东西之后 被人发现后扔下他们 屋里面也没有其他人 所以警方就觉得 这件事是一场有预谋的案件 因为其中一名受害人 和这个地方有关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而且刚才说的 除了那位中国女足的球员之外 另外一位神地女子 原来在当地相当地有实力 警方的发言人就说 不清楚这两个神秘女子是什么关系 现在不神秘 大家都知道 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 在宝马里没有了 只知道 当然是用笨笨 不用说了 动机也未知道 有一位邻居 他就说 案发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 他听到很大的噪音 然后听到 算是为了有人放烟 过了新年已经很久了 之后就知道 把玻璃碌了 став已打破了一些 装置的车间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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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样的话 就别轟了 叫他以为是自由车盟 自由车盟似 来 backing 都是那些 críticos 但自由车盟 Brussels 另一位鄰居說 不是燒炮仗嗎? 但他的兒子說不是 媽咪可能是這個爆爆聲 他說不要管那麼多了,沒事的 結果大家都錯過了 如果他們最好地出去的話 也可能不能夠,太近了 你想想,玻璃都爛了那麼近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夠呢? 那個人的鄰居說 這輛車很熟口臉 不就像那個人的白色SUV? 但他一般是停在他家的 怎麼會停在街上呢? 我跟他不太熟悉 這個是媒體說 因為訪問了他說 我跟車主不算好 只是有空談談養狗的心得 原來除了女子足球運動員之外 另外那個神秘女子 在華人圈子原來很有名字 她的名字 剛才說過,英文名叫Lancy Lancy加勢十分顯赫 是當地著名的富豪 而且她仍然是 某同鄉會的顧問 你知道我都說過 做同鄉會肯定要有米 因為很多時候自己要貼錢 而且她單單在 加拿大的資產已經是過億加幣 還未算她在內地的資產 媒體也說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案發現場旁邊 就是她的豪宅 她是這個豪宅唯一的擁有人 她這個獨立屋是2012年的時候買入的 當時她就報稱自己的職業是商人 當時價錢已經是 538萬加幣了 當時已經這麼貴了 現在大概是700多萬加幣了 屬於當地的頂級豪宅區 這個報紙說 所有位置都很好 面朝公園看到山景 而且可以俯視到城市的景觀 附近還有運動和遊樂設施 原來這個Nancy 還是當地溫哥華南區的一間 健身會館的老闆 當然這些真的是健身 不要以為是什麼 這個會館就是2017年熱 2017年開的時候相當地火爆 她是一間運動健身 桑拿按摩 休閒娛樂 齊集在一起的高端會所 都是做一些高端的事 熟悉這位吳女士的人 都知道她 做人很爽朗仗義 經常請員工吃飯 她的下屬 即是這間店的 員工還有朋友知道 這宗案件 都相當震驚 而且她走的方式 我覺得有點像 顏色社會 當然我不是說她顏色社會 我說作案方式有點像顏色社會 這麼近請她吃蓮子羹 有尋仇的感覺 當然這是我們推測 不是說她一定是尋仇 而且另一位前國族的 孫詠榮 照說應該不太關她的事 所以我們再看看 孫詠榮 就是另一位離開人世的人 大家大為意外 孫詠榮十幾年前已經是移民加拿大的 是中國國家隊 即是女子國足的成員 在2010年 女子世界杯當時 她更加在加拿大的電視台擔任 賽事的評述員 其實吳女士和孫詠榮 2015年相識 兩個人曾經一起去北京旅遊 亦都在公親王府前面 留影的公親王府的前身 是和新的家 華裔居民就和媒體說 兩個人經常出商入隊 亦都有一位自稱 這個自稱 員工就說 其實他們兩個 彩虹關係的物有 即是或許是情侶 不奇怪 所以亦都有人猜 會不會是 這個 感情問題 令到有些人動手 這個不知道 另外 有 吳女士的 自稱為是他的 多年生意夥伴就說 吳女士 幾年前已經離婚了 和前夫有一個二年二十多歲的女兒 他現在就在 溫西即是溫哥華西面 就讀私人學 這些讀私人學 現在應該差不多是讀大學 還有一位在附近 學校就讀的 女士 他就說 自己五六年前 曾經在 吳女士的家裏做過 幫她看屋 幫她撿頭撿尾 他就說 吳女士平時非常非常注意安全 家裏也養了一隻大狗 家裏也在監控錄像 沒想到 有人竟然不夠膽 在她家那麼近的地方 就拉低她 還有一名鄰居 經常見到吳女士去放狗 他就說 吳女士 兩隻狗很大隻 而且都被市政府投訴過 小孩子經過她家時 都被那麼大隻狗嚇倒了 吳女士後來 就在門口寫著 小心有狗的警告雨具 這位鄰居亦說 吳女士其實不太喜歡寶馬 覺得寶馬實在太低檔了 所以他認為 吳女士之所以會坐在寶馬車裏面 可能是 朋友駕車 亦就是可能是這位 前女足成員的車 這個不知道 會不會是點錯上 這個都驚驚一點點錯上更麻煩 其實 這宗 嚴重案件發生的地方 即吳女士所在的溫哥華 西伯街和探索街Discovery Street Discovery Street 附近 是一個豪宅區 這個距離 加拿大最大的大學 最好的大學在哪裏呢 就是UBC 附近是沒有多遠的 屬於溫哥華頂級的豪宅區 卑斯省今年十大 股價最高的豪宅 絕多數都是這個市區附近的 距離卑斯省最富貴的豪宅 加拿大億萬富豪 Lululemon 的老闆 Chip Wilson 的豪宅 其實都是不到 三公里的距離 車程都是七分鐘 即是有錢人當然是住買堆的 這個不用說了 而且還有出名的思考 再向北走 在溫哥華另外一個出名的地方 Jerico Beach Park 最好的地方就是這裏 這家豪宅 亦有人說裏面甚麼都有 水療 娛樂設施 紅外線桑拿 蒸氣房 Spa 甚麼都有 有錢人都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就 很羨慕這座豪宅的女主人 想不到 她就 上了頭條 不過這個頭條當然是令人相當傷感 他們的豪宅 前都是放了幾束煽發 應該就是紀念她的 到目前為止 溫哥華警方 還未拘捕任何人 因為案件還是初步的調查階段 華人圈子就有人說 有些人就認識她 我覺得有的話你就向警方提供資訊 他們說是甚麼呢 可能是感情問題 又或者 跟這個地下博彩有關 各大的華民媒體 已經是在說這宗新聞 當然 這些根本 沒有增憑實據 這些新聞也傳到我們澳洲 因為大家都華人 都是會認真去想一想 都是會認真去想一想的 其實 一月份的時候 大溫哥華地區 都是有其他案件的 當時一月份的時候 列治民市的一個 這個聯排屋也發生了白白案 四個人走了 當時調查的時候 他們看到 都相當地震驚 根據 CBC的消息就說 調查人員認為 在當地時間 一月二十七號 就發生起白白案 就是晚上七點左右 而且 他們就覺得 這個是針對性事件 跟顏色社會 暫時看到沒有關係 還有這些受害人 都是互相認識的 列治民 黃家騎警就說 由於事件太嚴重 所以當時 是一個複式公寓 被查封 也對 這麼大事 所以看到外國 有些地方 安全 但你也不知道 尤其是新冠之後 很嚴重 現在是豪宅區 都搞單 這麼嚴重的事情 都想不到 我是這樣看 可能是 認識他的人做 因為知道他的習慣 知道他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 都 挺心寒的 列治民當然 有很多網友住在那裏 想不到現在 是這樣的 因為 比我印象 溫哥華一向 比較安靜 平靜一點 亦有很多華人住 溫哥華就是世界上最似 亞洲地區 最似香港的 西人城市 說回溫哥華的命案 到現在我看到 在七年當中 原來跟我想的 是不一樣的 好像 15年就是16宗 16年就是12宗 17年19宗 18年15宗 19年10宗 2020年19宗 2021年 我看到數據暫時 統計到就是 17宗 都 不少東西 都不少東西 其實最密集的地區 唐人街 還有 溫哥華市中心 市中心東端 那一塊 也是 而這一塊 一方面 就是人口密集 另外一方面 就是 這些 homeless 也有很多 可能成為了 我不是 歧視這些街友 但是 因為 你 集的話 總是有些 古古怪怪的人出來 古古怪怪的人出來 以及 多數都是涉及白白的 多數都是涉及白白的 不過 以前的案件 一般來說 都是涉及顏色社會的 一些仇視事件 有受必忌 但是 這件事 據聞這個女士 是不懂社會的 不知道為甚麼 我也有點心寒 當然 澳洲也不太好得去哪 其實全世界 所以那些人說 移民 怎樣怎樣 其實全世界 都是有地方差 有地方不好 有錢人區 或許是最多人偷東西的 我們以前說過 他們就知道哪裏有錢人 目標就出來 澳洲的布里斯本最明顯的 紫安最差的 就是華人聚集地方 但是那裏的有錢華人很多 為甚麼呢 因為知道你是目標 知道你是那裏 最新一宗 昨天的 就是入屋 撼爛了別人的車房門 之後 因為剩下一對 母子在家 他們在CCTV看到 也不敢發聲 後來就搶了一部車 為甚麼不敢發聲 澳洲有甚麼人 澳洲沒有那麼多 但是如果有呢 如果有呢 那就相當地可怕 之後那個人就說 看到這些事情 都是不敢發聲 等他偷了之後 但是 因為他有CCTV有東西好的 就是會認得你的樣子 不過 會不會真的找得回呢 就不知道了 還有還有一宗 就是 墨爾本 一位叫陳女士 他來了澳洲 三十多年 結果 就被別人搶東西呀 亦是被別人種族歧視的 事緣就是日前九點半的時候 陳女士就在墨爾本 你記住是市中心 是市中心 不過來講 市中心治安都不好 因為他人多雜 英國也是 陳女士就在市中心看完表演 就前往Finder Street的火車站 九號月台 這些火車站都相當旺 因為他距離火車 出發時間還有十二分鐘 他當然是坐下來的 正常人都是掂手機的 這個時候 一名穿綠色衣服的西人女子 就站在他前面 西人女子就大罵他 Yu Mucking Asian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說來講都是這樣的幾個 之後 他就搶了他的手機 轉身就離開了 一邊搶就說 我搶了他 他也挺大膽 還大聲地說 我搶到了 還大聲地罵他 陳女士 來了三十年 未試過這樣的事情 手都震了 一下子 沒有什麼反應 比我可能也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 太突然 搶了東西 他還大聲呼喊 他是搶了你 此時此刻 在月台的 另外一則 就有 兩個三十多歲的西人女子 阻礙著綠色衣服的女子 其中一個就從他手上 拿回手機 給陳女士 陳女士回過神尼時 都很生氣 都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 那兩個女子 是放走了搶手機的人 為什麼呢 所以他就不理解 他也說 搶手機的人 道歉也不會跟我說 當然啦 他搶了你還跟你道歉 不會的 所以他就覺得 那兩個 放走他 很奇怪 他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兩個人 放走他呢 那麼陳女士後來就報警了 不過警方 的態度令他十分不滿意 他就說 接待他那位警員 是沒有認真地做筆錄的 即是沒有寫Statement 只是 在一張紙上 畫了幾個公仔 這麼搞笑 是的 寫寫畫畫畫畫了一個公仔 陳女士說完了之後 他就說 警察就跟他說 他說現在警局裡面 只有我一個警員 所以沒有辦法幫你 寫一份詳細Statement的紀錄 寫而已 那就叫他回家等電話 結果等了一個星期 沒有人聯繫他 嘩 那麼忙啊 陳女士就說 沒想到來了澳洲駐三十多年了 本來覺得澳洲是個多元化種族的社會 結果這次 被人歧視還被人搶手機 他說最壞的是右翼政客 Pauline Hanson 這個人也是壞人 九十年代 煽動人家仇視我們 現在華人 又經過新冠之後 就被人 欺負 沒錯 溫哥華之前也有說過 很多仇視事件 這個陪體也有說過 劉大良出街小心點 真的小心 他說 我是香港人 可以嗎 華智來的 多說兩句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